健康加财富 吃足就是福 大家好 欢迎再度来到邱正宏谈健康 今天邱医师要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 他说邱医师 每个人一天能吃几个蛋 是不是只能吃两颗 否则的话就容易胆固醇过高 邱医师以前去参加节目录影的时候 有的营养专家会说 吃蛋的话 如果怕胆固醇过高的话 就吃蛋白 不要吃蛋黄 是不是这样吃 就可以避免血液的胆固醇过高 其实这个观念现在已经修正了 以前是认为说 食物当中的胆固醇 会使我们的血液胆固醇升高 所以就建议大家说 食物当中每天胆固醇 不要超过300毫克 以避免我们血液当中 变成高血脂 高胆固醇 但是根据最新版的美国饮食指南 公布的时间是建议在2015年到2020年 之间来食用的 这个饮食指南当中 其实已经把食物当中胆固醇的限制 把它取消了 以前限制食物当中胆固醇的摄取 不要太多 当然这个时候就会限制蛋的摄取 但是现在发觉什么 发觉我们的血液当中的胆固醇 到底多高 食物的影响只占20% 自己的新陈代谢 血液的脂肪的调控 最重要占了80% 换句话说 你即便吃的胆固醇很少 也有可能你会有高血脂 高胆固醇的问题 这个就是跟你胆固醇的代谢有关系 胆固醇的代谢大家知道吗 我们食物吃进来以后 身体吸收了这些油脂 胆固醇跟磷脂 这三样油脂的来源 有三个步骤可以让这些脂肪排除 第一个就是短链的脂肪酸 靠着尿液的排除 可以排掉 其他油脂靠着两个路径可以出去 一个就是我们皮肤分泌 这个油脂把它消耗掉 所以有些人皮肤比较干 有些人皮肤就比较油 有的人头发比较干 有人头发比较油 那比较油的人 其实他就是皮脂腺比较旺盛 从皮脂腺这边 可以把油脂从皮肤排出去 这是第二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就是我们的胆汁 大部分的胆固醇 会在肝脏当中合成胆汁 这个胆汁其实主要的就是胆固醇 那胆固醇会怎么样 会经由吃油脂的油腻的食物的时候 会刺激胆囊收缩 胆汁就排到消化大当中 把油脂类的食物把它乳迷化 那乳迷化之后 才能够被我们的消化酵素 把它消化和吸收 可是这些排出器的胆汁 在完成它的任务之后 到了小肠末端的时候 就会被肠肝循环 再把它吸收回来 当然胆固醇也是我们 所有的细胞都必须要的一个成分 我们很多荷尔蒙 包括雄性素 雌激素 这些都是要胆固醇 来做一个原料 所以以前有提到说 如果你过度减肥 油脂完全都不碰 其实长期下来 你皮肤会变粗糙 那么你的月经会混乱 你的内分泌会失调 就是这个原理 经由美国最新的饮食指南 告诉我们说 食物当中的胆固醇 对我们血脂肪 血胆固醇影响并不是那么大 所以不要限制这些胆固醇的摄取 新版的饮食指南 建议饱和脂肪的摄取量 应该低于总热量的10%以下 而且尽量以不饱和脂肪酸来取代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如果我们要做菜烹饪的时候 我们尽量减少用动物油脂来烹饪 尽量选择植物油 但是植物油 因为不同的植物油 它的起烟点不一样 因为它有多元不饱和单元不饱和 像苦茶油 橄榄油 这些就是单元不饱和 它的起烟点比较低 比较不适合高温油炸 比较适合做低温的凉拌这些东西 所以今天回答我们这些朋友的问题 就是说一个人一天到底要吃多少蛋 其实没有限制的 一天吃五颗蛋以下 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不要因为害怕血脂肪过高 或者血液当中的胆固醇超标 而过度限制这些好的蛋白质的摄取 虽然这些好的蛋白质当中 会附带一些油脂 附带一些胆固醇 其实大可不必害怕这些胆固醇 引起你的血液当中胆固醇过高 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 一天应该吃多少蛋 才不会引起血液当中胆固醇过高 希望以上分享的讯息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分享按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讯息 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